我真的无法接受,妻子是如何在公众场合给我丢脸的,当她打开门的那一刻,我正在和新招来的美女秘书玩一个用嘴传纸巾的游戏。 酒意正酣,周围的同事们都在起哄,那个年轻美丽的女孩略带羞涩,气氛就要达到高潮时,她出现了。 她的脸上没有化妆,汗水淋漓,和她身上那件破旧的小黄鸭围裙一样,都失去了原本的颜色,与这里热烈而奢华的气氛完全不协调。 这真的太丢人了,我完全不想承认她是我老婆。 我的同事们都不认识林瑶,但他们的视线紧紧地盯着她,那个年轻的女助理下意识地向我靠近了些。 林瑶呆呆地看着我,眼泪无声地流下,气氛瞬间变得尴尬。 有个醉醺醺的下属不耐烦地挥手让林瑶离开,哪里冒出来的傻叉,今天是我们老板的生日,找什么晦气,快滚。 那个年轻助理也嘲笑她,就知道哭,这女人有毛病吧。 真是尴尬至极,我感觉我的脸要丢尽了,但无论如何,她是我的妻子,我不能做事他人辱骂她。 我正打算说些什么,好在我的朋友于峰站出来给我解围了,他是场上唯一认识林瑶的人。 于峰迅速站起来,走到门口,一边小声对林瑶说些什么,一边关上了门,并带走了林瑶,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看着他们离开,我松了一口气,当门关上的那一刹那,我透过于峰的肩膀,看到林瑶快速地扫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以前从未见过。 后来很久的日子里,我一次又一次地祈求能回到那一刻,并留下她,但可惜的是,那时的我只是稍微有些不安,然后又为她离开感到了庆幸。 林瑶原本是个美女胚子,但今天的形象实在也太仓促了。 在他人眼中,我也算是个年轻有为的才俊,我觉得还是等她整理好之后,美美地装扮一番后再将她正式介绍给大家。 对于她的情绪,我并不感到担忧,林瑶的眼泪就像不值钱的一样,三天两头地掉。 不过,只要稍微哄哄她,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哄,只要冷落她几天,她就会傻傻地自我反思,最后主动找我求和。 于峰和我一样,都是有走情场的浪子,林瑶很单纯,于峰帮我找个理由安慰她应该不难。 对于我所承诺的一起庆祝生日,但却以加班为借口骗她我无法回家,然后却在这里被她发现,回家后,我想我得买束花来哄哄她。 由于林瑶的突然出现,原本热闹的气氛再也没法恢复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她离开时那个眼神,使得我玩得并不开心。 最终,我们值得匆匆结束了这场聚会。 当我在深夜两点回到家,我预期林瑶会如同以往一样,坐在沙发上流泪,等待我给出解释,但是家中的灯光虽然亮着,林瑶却不在,想必她又生气地出去了。 这其实也没什么,反正我今晚实在太累了,也没有心思去安慰她,她在这个城市只有我一个熟人,社交圈子极其有限,她也去不了哪里。 按照过去的经验,最多一天,她就会自行回来,只不过今天晚上没有她照顾了。 每次我酒后不舒服,林瑶都会立刻忘掉她的生气,全心全意地照顾我,一晚上都不会有丝毫的休息。 八年前追她的时候,我骗她说我有头痛的老毛病,严重起来会晕死过去。 我用这一招,是想让她心疼我,看着她促着眉,满心满眼都牵挂着我,为我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觉得很幸福。 不过后来,这个借口常常被用于半可怜脱罪,百事百灵。 可是今晚,老婆不在家,我叹了口气,学着她去热牛奶。 进了厨房才发现,锅里还有一道腌肚纤维来得及盛起来,这是我跟朋友一起去吃私房菜馆吃过的一道菜,很合我口味,前几天顺口提过。 这道菜做起来非常麻烦,没想到林瑶这么快就学会了,还打算在生日做给我吃,哎,有点内疚。 其实,我一直并没有觉得我对不起林瑶,虽然爱完,但和她在一起之后,我从来没有越过界,已经是收了心了。 我们还没结婚,但林瑶是我遇到的女生里最特别的一个,恋爱时间最长的一个,也是我唯一想娶的人。 我喜欢叫她老婆,很亲密,我是爱她的,只是林瑶性子太冷清了,我又是个最喜欢热闹的人,需要偶尔玩一下而已,不会真的对不起她,头痛,先去睡了。 早上一醒,我习惯性去抱林瑶,手臂却落了个空,看着空空的枕头,心里也空荡荡的,林瑶还没回来。 助理杨一,也就是昨晚的小美女,打来电话关心我。 杨一是公司一个客户的女儿,给我当助理是她自己选择的实习工作,所以,我也没完全拿她当助理。 我告诉她,我今天休息,就不去公司了。 交代完今天的工作内容,杨一突然问,陆总,昨晚,姐姐是不是生你气了,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她会去抓你。 九亿彻底清醒了,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林瑶从来不查我定位,不跟踪我。 昨晚是怎么突然出现在那里的,我打开手机,点开林瑶的对话框,发现居然是我自己给她发的定位。 上面还有一句,老婆,我头好疼,快来接我。 要死,想起来了,昨晚玩大冒险的时候我输了,只能把手机交给杨一,让她随机发整股信息。 我当时想,随便她怎么发吧,反正一分钟之后我会再发一句,不好意思,玩大冒险开玩笑的,这不就行了。 结果,杨一还手机的时候,一下撞到了我怀里,我喝多了脑袋懵懵的,扶了一下她,推推嗓嗓间,就把看手机这是给忘了。 难怪林瑶连围裙都没来得及,姐姐就跑了出去,是我太粗心了。 厨房的菜也做了一半,厨具散乱着一摊。 我亲自收拾了厨房餐桌,订了花和午餐。 林瑶做的那几个菜,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放进了冰箱里。 朋友打几个电话约我,我没有出去,今天,我就老老实实在家等林瑶回来。 我故意不给她打电话,我想等她伤心失落地回家来,再突然给她一个惊喜。 心理落差越大,惊喜就越大,她一定会很感动。 中午了,林瑶还没回来,我这才想起,昨晚,于风送走林瑶之后,好像也一直没回来。 给于风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有点心烦意乱。 不过,我倒不是不放心林瑶。 我太了解林瑶了,她长得漂亮,气质温柔羞涩,在她还有社交的那些年,几乎每次出门都有人搭讪。 但除我之外,任何男人的搭讪对于林瑶来说,都只是惊扰。 为了避免麻烦,她干脆买了个戒指戴在无名纸上,被搭讪就亮出来,声称已经结婚了。 至于那些男人优不优秀,是什么类型,林瑶从不多看一眼,包括于风。 于风跟我一样,外形优越,家里有钱,还特别会撩。 重点是,她对林瑶很特别,非常尊重,从不乱开玩笑。 一起玩的时候,她常劝我,对林瑶好一点,她的那些女生不一样。 我吃笑,于风比我玩得花多了,居然还有脸劝我。 她却很认真,那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像林瑶这样的女孩,我要是你,早就收心了。 最后她说,陆阳,你别把林瑶玩丢了,有你后悔的。 对于于风的觊规,我还是担心了一段时间,于是我问林瑶,觉得于风这个人怎么样。 林瑶从书里抬起头,愣了愣问,于风是哪一个? 那时,他们已经见过几次面了,林瑶对她丝毫没有影响。 也是,林瑶不适应热闹的场合,每次聚会总是坐在我身后,像个透明人,安静等着我们散场,除了礼貌地打招呼,几乎不跟别人说话,所以后来,她也就渐渐地不再参与我的聚会了。 林瑶不记得于风,也在意料之内,我放下心来。 至于于风,依然在花丛流连,天下美女那么多,她总不至于非要翘我墙脚。 订的午餐改成晚餐了,林瑶还没回来,在我差点就忍不住打给林瑶的时候,于风终于回电话来了。 我直接问她,于风,你昨晚把林瑶送回家了吗?她去哪了? 电话那边,于风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话。 昨晚,林瑶说想一个人待着,我送她上了出租车就自己回去了,不知道她在哪。 还是没有林瑶的消息,我有点烦躁,你怎么会不知道她在哪,怎么这么不负责? 于风冷笑一声,声音里韵着淡淡的怒意,你是她男朋友,你能放心让我这种男人送她,还好意思说我不负责。 我哑然,总不能说,我知道林瑶没把你放在眼里,也知道你会尊重她吧。 于风突然追问,林瑶要跟你分手吗? 分手,这两个字听得我的心一提,急忙反驳,没有,哪有那么严重。 于风说,陆阳,林瑶要想跟你分手,你就做点好事放了她吧,你配不上她。 说吧就掐了电话,我瞪着手机生气,她凭什么对我和林瑶指手画脚,能得到她给林瑶出头吗? 更心烦了。 我打了几局游戏,一边打,一边注意门口的动静,直到晚上,花黏了,我又重新订离书。 订好的晚餐时间也已经过了,林瑶还没回来,超过24小时了,也超过她以往离家出走的记录了。 家里又空又安静,我无聊地环顾着房子,觉得少了林瑶,这些熟悉的家具和版式,突然都显得有些陌生,家还是那个家,却又不像我的家了。 林瑶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爱好是看书,追剧,工作和休闲都在家里,几乎不太出门。 尤其是毕业之后,林瑶随我到这个城市来创业,根本就寥寥无几的同学,彻底断了联系,她的生活圈里,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已经习惯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回来,家里总是有个林瑶在等我。 余峰很羡慕,她说她那些女朋友,三天不陪着就得去蹦迪,一不小心就被戴帽子。 我说你少来了,都是玩咖,你也没少给女朋友戴帽子,你们彼此彼此。 我暗暗得意,我们家瑶瑶这么好的老婆,去哪找? 云瑶在家,总是穿着朴素的家居裙子晃来晃去,没事就喜欢搂着我的胳膊粘着我,拉着我陪她看电影。 她在厨房捣过甜品,在书房霹雳啪拉码字,在沙发上看书,时不时把喜欢的部分念给我听。 云瑶的声音和她的人一样安静,似乎有种抚平抚躁的力量,每次听她给我念书我都会睡着,并且睡得格外地响。 听到我的憨声,云瑶总是气呼呼地放下书,却又不忍心叫醒我,只在我醒了之后找我算账。 她一脸认真审问我,到底是听到哪里睡着的,她声音就那么催眠吗? 看她认认真真计较这些小问题,我觉得特别可爱,总是一把把她拉到怀里,亲得她喘不过气来。 最后,云瑶只好红着脸不了了之。 唉,想她了,没了林瑶的家,简直安静得可怕,安静得我心慌。 打开电视机,想放个剧或者电影,发现一个比一个难看,最后随便按了个新闻,随便是什么都行,只要能驱散一下这死气沉沉的气氛。 其实,林瑶一直很粘我,热恋时,我也喜欢她粘着我。 后来我工作越来越忙,压力越来越大,能陪她的时间也少了。 在她又一次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家吃饭时,我不耐烦地说她太粘人了,我很忙,不像她那么闲,没时间整天跟她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后来没什么事的时候,林瑶就不太打电话给我了,就算打电话,也是迅速说完,迅速挂掉,生怕打扰了我。 翻一番通话记录,上一次主动跟林瑶打电话,竟然翻不到,我叹了口气,想,我可能确实太冷落她了。 说起来,我和林瑶恋爱也是个意外,我一向喜欢活不会来世的女孩,林瑶这种冷淡的,本该与我毫无交集。 那时我大二,只知道大义新生里来了个漂亮的学妹,据说,性格高傲,目中无人,关于她的流言蜚语很多,所以虽然漂亮,但追求者不多。 当然,这些都是常和我还有于峰一起出去浪的学妹们说的。 我已远远见过林瑶一两次,她身材,长相都是我喜欢的类型,不过确实冷淡,每次看到她,她总是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样子,我没兴趣。 直到阴差阳错,我接触到了林瑶,我才知道那些谣言有多可笑。 那时在回学校的公交车上,林瑶起身要给一个老奶奶让坐,没想到她刚一站起来,一个大妈就坐了下去。 林瑶一下窘住了,小声提醒道,这是让给这位奶奶的,不知道大妈是没听见还是装没听见。 总之,她没搭理林瑶,林瑶揪着包带,左右为难,哪有半分高冷冰山美人的样子。 那个小模样,一下就戳到了我心上,我站出来,又朗声提醒了大妈一遍。 大妈瞪了我一眼,终于还是起身让了坐。 林瑶扶着那个颤颤巍巍的老奶奶坐下,回头对我仓促说了声谢谢,便躲过目光,不再看向这边。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紧张的粉红的耳阔,仿佛无意中窥见了她的内心。 原来,她是这样的小姑娘啊,真是可爱极了。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悄悄开始追她。 追林瑶,我费了很大的心思,我一改以往的性格,连余峰都联系得少了,整天围在林瑶身边,制造各种偶遇。 只要是她喜欢的东西,我都去研究,就为了能有共同话题。 起初林瑶有些惊诧,总是躲着我,但在我弃而不舍的精神下,渐渐地,林瑶对我不再设访,也会跟我聊一些过往。 我发现林瑶和传言中的那个女孩完全不一样,她社交能力差,容易被孤立,高中还被霸凌过,不近人情是她唯一保护自己的方式。 我一向将恋爱当游戏,但当林瑶红着脸接受我表白的那一刻,我是真心想永远只爱她一个人的。 可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觉得她无趣了。 我终于忍不住了,管她什么落差惊喜的,现在我只想能快点见到林瑶,快点听到她的声音。 我给林瑶打了电话,握着手机的时候,竟然还有些久违的紧张。 可听筒里只传来机械的声音,你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林瑶能跟谁通话,林瑶很闲,我打她的电话,永远能在第一时间被接起,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回事。 再也顾不得什么,我一个接一个给林瑶打电话。 每一次都是毫无感情的,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她竟然把我拉黑了,在给林瑶打电话之前,我依然认为主动权在我手上,实在绷不住了,大不了就是主动低头。 我太了解林瑶了,几乎能轻易掌控她的情绪,但这一次,似乎失控了。 林瑶该不会真的走了吧,我慌忙打开衣柜,看到衣服包包好好的挂在那里。 还好,她的东西都还在,她没有收拾行李离家出走,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不过,看来这次她是真的生气了,让我想想,怎么样好好道个歉。 昨天听杨姨说拿款包,特别火来着,给林瑶订一个吧。 或者买块表,情侣表,林瑶最喜欢情侣款的东西了。 说真的,这方面我从未亏待过林瑶,送起东西来从不收乱。 每次绕在身边的小姑娘,热情地谈论着什么新品,不管是包包还是首饰,我都会记得给林瑶买上一份。 虽然很多她都没用过,但也能表示我的心意不是。 拉开放首饰的抽屉,发现了一个鹅黄色的漂亮信封,那是个很精美的信封,薄薄的,用丝带绑着蝴蝶结,像个礼物。 这是我什么时候送的,林瑶没拆,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好奇地打开看,里面只有一张打印纸,展开,上面写着某某富佑保健院,姓名,林瑶,年龄,25岁。 在两张模糊的黑白图片下,明明白白地写着,早孕活胎,约九州家。 我的心冷地跳动起来,林瑶,怀孕了,早孕,九州,胎心。 起初的震惊过后,这些词在我的脑子里,渐渐汇集成一个软乎乎的婴儿模样,旁边再加上眉目温和的林瑶,那画面真是温暖极了。 我拿着报告单站在原地傻笑,半晌,我才回过神来,这不是我送林瑶的礼物,这是林瑶打算送给我的礼物。 她将报告单装进暖衣融融的鹅黄色信封,系上丝带,是想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一个大惊喜。 我想起昨天林瑶送我出门,给我整理灵口的时候,她郑重地看着我的眼睛叮嘱,今天一定要早点回来。 我漫不经心地应声,想着这么多年了,林瑶还这么黏人。 出了门,林瑶还追出来,又重申了一遍,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我说,好,一定。 然后晚上,我就让她看到,我和女助理暧昧不清。 我突然能想象那些画面,林瑶准备了我爱吃的菜,妥贴地将礼物包好,满心期待跟我分享她附中一个小生命的存在, 然后她收到了那条整骨短信。 那一刻,林瑶肯定吓坏了,以前她跟我说过,不要让她联系不上我。 每次长时间联系不上的时候,所有新闻里的危险和意外,在她脑海里都和我联系上了,她没办法不乱想。 好几次,我错过她的连环电话,再打过去时,林瑶接候余生般哭泣, 陆阳,你吓死我了,你再让我联系不上,我就离家出走,让你也找不到我。 我又哄又保证,心里却有些不耐烦。 威胁完,她又软声劝我,陆阳,我很担心你,工作别太辛苦了好不好,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钱,多给自己放放假,我陪你一起健身,治好头痛的毛病好不好。 我心笑她胆小好骗,要不是她常常担心提起,我都快忘了我还编过这个借口。 不过被她这样放在心上关心,我的心也像被鱼贴过一样舒展,软衣扬扬。 我跟她承诺,等我26岁,我们就结婚,30岁之前我们再要个孩子, 我把事情都分派出去,不再那么忙了,多花时间陪她和孩子。 说这些时,我是认真的,每个男人,不管在外面怎么找暧昧刺激, 最终的归途,都是一个温暖的家。 昨天就是我26岁生日,我原本是想放纵自己最后一次, 就当和年轻不羁的陆阳告个别,以后好好和林瑶一起过日子, 当个好丈夫,好爸爸。 结果,偏偏就被林瑶撞上了,她怀着孕呢,不行,我得去找林瑶。 怎么找她,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她没有朋友,父母也早早离了婚, 各自成了新家,跟林瑶关系疏远,很难通过他们找到她。 思来想去,我还是给林瑶的父母分别打去了电话, 婉转试探他们,最近是否见过林瑶。 电话那边,林瑶的妈妈似乎在辅导小儿子的功课, 林瑶爸爸正和现任妻子在外度假。 她们都过得很好,不知道林瑶的消息,也不太关心, 挂上电话,我止不住地心疼林瑶。 我想起了和林瑶度过的第一个春节, 那时候我刚表白成功,得知林瑶是一个人过春节, 决定留下陪她。 还记得那天,我离对烟花和饺子敲开林瑶小公寓的门, 对她说新年快乐时,林瑶的眼睛怎么说呢? 就像夜空中绽放了烟花,墨地一下,就亮了。 那天林瑶很开心,我们一起吃完饺子,一起洗碗, 坐在沙发上边看春晚边吐槽,我逗得她大笑了几次。 到了零点,电视里铺天盖地的新年欢呼祝福声涌起, 窗外的烟花大朵大朵绽放,满是热闹的烟火气息。 我看着身侧林瑶快乐的样子,眼中像是盛满了星星, 美极了,忍不住低头亲吻了她。 那是林瑶的初吻,我的心跳得和她一样快, 还好,她没有推态我。 在很轻很柔的一吻结束后,林瑶攥着我胸口的衣服抬头看我, 轻声问,路阳,我可以永远相信你吗? 我丝毫没有犹豫,回答得非常有底气,可以。 林瑶看着我的眼睛,眼中含着点点荧光笑了, 嗯,我相信你,以后我也会永远陪着你的。 我心里只觉得又怜又爱,怎么会有这么傻的女孩? 男人发毒试都不管用,你问她,她就会说实话吗? 但那一刻,我是真心想着,我的瑶瑶, 我会永远值得你信任,永远保护你, 永远陪着你迎接每一个新年。 可惜,永远这个词太难了。 我相信很多人承诺的时候,都是真心的, 只是在时光里,也渐渐忘了初心。 就像我也忘了,我从前都舍不得林瑶受到一点伤害。 而现在,我笃定了林瑶不会离开我, 一次次试探她的底线,一次次为骗过了她而沾沾自喜。 这些年里,林瑶的眼泪越来越多, 而我再也不会惊慌失措地为她擦去眼泪,只觉得厌烦。 甚至在跟杨姨暧昧调侃的时候, 我还跟她抱怨过,我女朋友整天就直到哭。 我说,哪像你杨姨小美女啊, 笑起来明媚鲜活,多招人喜欢。 是我对林瑶的轻视,助长了杨姨的气焰, 所以她才敢整股林瑶,还坐在我身边, 当面嘲笑林瑶,果然动不动就哭,神经病啊。 我在想,那天林瑶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五天了,我借了别的号码给林瑶打电话, 却始终无人接听。 我先是以我家为中心,问遍了周边哪一家酒店, 都没有林瑶的入住信息, 然后我想起来,那天林瑶不是从家里出去的。 于是我又以那天的KTV为中心, 找遍了周围每一家酒店, 大大小小都不放过。 没有入住信息,甚至也没有卡消费信息。 林瑶瘦瘦弱弱的,怀着孕, 不住酒店没花钱,她到底在哪? 她怎么生存的呀? 我揪心地想到一大堆不敢想象的画面, 她会不会遇到车祸了? 会不会被拐卖了? 会不会自杀了? 我仓皇地奔波在大街上, 心惊肉跳, 终于体会到了林瑶每次联系不上我的心情。 我已经无心去想她有多生气, 只想听见她平安的消息。 只求她好好的, 求你了,林瑶, 你一定要好好的。 晚上, 我回到了家里, 推她家门之前, 我幻想着, 要是林瑶好好地坐在沙发上就好了, 就算她看到我, 会生气地转过脸去。 要是那样, 我想, 我会感激地跪下, 可惜幻想终究只是幻想, 家里依旧没有林瑶的影子。 以往的稀松平常, 今天, 却成了我的梦寐以求。 失眠, 睡不着, 房子里一片空旷寂静, 寂静得我都开始耳鸣了, 好想听一听林瑶的声音。 我打开微信, 想找到她的语音, 可林瑶怕打扰到我, 怕我不方便听语音, 总是发简单的文字信息。 一排话下来, 回家吃饭嘛, 今天几点回家, 今晚想吃鱼嘛, 出差记得休息, 劫酒药在箱子的侧边口袋里。 那些蜜蜜绵绵的关心里, 一条语音都没有。 我找不到她了, 我也听不到她的声音, 我把脸埋进枕头里, 哭了。 没找到林瑶, 我完全没心思工作, 失魂落魄地坐在办公室里, 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所有酒店我都找遍了, 甚至应该应些寻人启事, 或者报警。 看着黑屏电脑上倒映的自己, 头发凌乱, 胡子拉叉, 满眼红血丝, 我一向最在意形象, 但现在也无所谓了。 今天我只想带到余峰, 我和余峰大学时关系就好, 后来一起创业, 这家公司是我们一起打拼下来的。 这几天, 我要余峰给我帮忙找林瑶, 她总说她有事。 今天来公司, 听说余峰最近每天只来处理一下重要工作就回去了, 谁约也不出去玩, 像是转了性了。 我快扛不住了, 今天我非得拉余峰陪我一起去找林瑶, 好不容易等到余峰, 还没进来, 铃声响了, 她看了手机一眼, 走到楼梯间接电话去了。 我跟了过去, 等她打完电话, 余峰背对着我, 也不知道是在跟哪个心女朋友说话, 语气很温柔, 甚至有几分小心翼翼。 我这边正失恋, 兄弟那边正甜蜜, 我心里酸溜溜的, 正准备走, 就听到了林瑶的名字。 余峰的声音温和正重, 林瑶, 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我很快就回来。 我如遭雷击, 全身血液一下就沸腾起来了, 直冲大脑。 你他妈的混蛋, 我冲进去, 狠狠一拳打倒了余峰, 打掉了她的手机, 顾不上跟她对峙什么, 我捧起手机, 点了扩音, 声音都在发抖。 遥遥, 是你吗? 电话那边没有声音, 我带着哭腔, 又问了一遍, 老婆, 是不是你, 你说句话啊? 半晌, 电话那边终于传来林瑶的声音, 我终于听到了林瑶的声音, 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短短五天, 可我总觉得, 像是隔了几辈子。 他的声音还是那样, 安静的, 轻轻的, 他在担忧地问, 余峰, 你没事吧? 余峰站起来, 揉着被打肿的下巴, 活动了一下舌头, 立即痛得皱紧了眉头, 但他依然尽量自证腔圆地安抚着林瑶, 我没事, 你放心, 电话挂了吧, 交给我就行。 那个人没有丝毫犹豫, 就挂了电话, 我的心像是被撕了个口子, 像是什么东西被挖走了, 痛得不能自意。 林瑶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眼里就只有我, 看不到旁人。 余峰无数次羡慕过他对我的专情, 开玩笑说林瑶真是古代人啊, 一生只认一个人。 我怎么也想不到, 有一天, 我的瑶瑶会越过我关心别人, 仿佛没有我的存在。 我想我此刻一定壮若疯狂, 我揪着余峰的衣领, 与无伦次的嘶吼, 你他妈是不是人? 他是林瑶啊, 你不知道他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 他怀了我的孩子, 你知不知道, 你凭什么不告诉我他在哪? 余峰推他我的手, 冷冷道, 我知道他怀孕了, 我还知道他流产了, 你要是真的关心他, 就少打扰他。 余峰的话像一记重锤, 砸得我久久不能回神, 周身的愤怒和力气仿佛都一起被抽走了, 我倚着墙, 缓缓坐下, 那份礼物, 软软的小宝宝, 温柔的林瑶, 我原本触手可及的幸福, 脑海里那幅温情的画面, 碎了, 没了, 我默然地看着余峰, 声音机械, 你骗我, 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我这副模样, 余峰摇摇头, 坐下了, 他说, 那天我送林瑶出去的时候, 他的样子, 就和你现在差不多, 余峰点了根烟, 抽的时候又痛得揉了揉下巴, 狠狠瞪了我一眼, 跟我讲了这一天情况, 余峰说, 结果刚到停车场, 林瑶就晕了, 还流了血, 情况紧急, 我赶紧把他抱到车上, 直接开到了医院, 送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给我好一顿骂, 那时候林瑶还系着围裙, 眼泪也还没干, 医生说我又让孕妇操劳, 又让孕妇心情压抑受刺激, 是怎么当丈夫的, 这可都是替你挨的骂, 他做了检查, 是仙兆流产, 仙兆流产, 我缓缓回过神, 所以, 就在我为林瑶的突然造访, 感到丢脸扫兴的时候, 林瑶失去了我们的孩子, 我肃然站起来, 我得去找他, 余峰一把将我按回去, 我竭力挣脱他的桎骨, 又激动起来, 你放开我, 林瑶最喜欢小孩子了, 他肯定伤心死了, 他现在需要我, 我会去安慰他,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余峰喝止了我, 是林瑶自己选的, 我愣了, 什么意思, 余峰松开我, 说道, 当时有两个选择, 想要孩子, 就住院保胎, 不要的话, 那就人流, 我问了林瑶, 要不要给你打电话商量一下, 他拿着手机正准备播, 就收到了一张照片, 林瑶看了几秒, 就闭上眼睛, 直接让医生安排手术了, 我不敢相信, 以林瑶的性子, 他怎么会主动放弃我们的孩子, 我问, 是什么照片, 余峰递过手机, 语气嘲讽, 照片我转过来了, 这要问问你呢, 那天晚上, 你跟杨姨玩得开心吗, 我接过手机, 心狠狠揪了一下, 手机屏幕上, 赫然是我搂着杨姨的照片, 杨姨在我怀里一脸娇羞, 我笑着看着她, 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这是杨姨还手机给我, 不小心撞进我怀里的那一下, 因为我们平时暧昧, 那天, 他们一直起哄我和杨姨, 被围着拍了不少照片, 当时我还在想, 还好林瑶不怎么接触我的生活圈, 不会被她看到, 省了不少麻烦, 没想到, 她会在那个时候被林瑶看见, 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原来, 都是我害的, 我们的孩子, 几乎是我亲手杀死的, 我的手止不住地发抖, 俞峰说, 照片是杨姨发的, 她又点了根烟, 眼神冷了下来, 我们都不是愣头青, 杨姨是个什么货色, 能玩些什么手段, 我清楚, 你也清楚, 我知道, 你也没拿她当回事, 不过是找找刺激, 不过要我说, 你就该配她, 你们这种践踏别人真心的人, 就该在一起, 互相戏弄, 何必一起去祸害林瑶, 你要是真的珍惜林瑶, 尊重林瑶, 怎么会给杨姨伤害她的机会, 俞峰的话像一寂寂耳光, 重重抽在我脸上, 事情其实早有征兆, 我想起来, 两个月前, 林瑶告诉我, 我助理加了她的微信, 说是怕有急事联系不上我的时候, 可以找林瑶问问, 林瑶问我要不要加, 我明明白白地知道, 杨姨是想进一步入侵林瑶的主权, 以获得心理上的快感, 但我又想, 我不会实质性和她发生什么, 她能挑衅什么呢, 况且, 林瑶那么信任我, 没什么好担心的, 就让杨姨得意一下吧, 反正只要林瑶不知道, 就不会伤害到她, 于是我说, 加一下吧, 没关系的, 在林瑶无条件的信任里, 我一再自我纵容, 她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是真的凉了心吧, 所以, 她才会狠心用手术切断了和我的联系,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陶罐, 有次在商场, 林瑶看到做陶衣的小店, 飞拉着我进去, 一起做了一个陶罐, 印上我们的两枚指纹, 收到烧好的陶罐那天, 林瑶看了姐挨在一起的指纹, 很开心, 路阳, 你听过陶罐和铁罐的故事吗, 陶罐在几千年后都不会变, 几千年后, 我们的指纹还是挨在一起的, 她满眼欢喜, 仿佛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 林瑶对那个陶罐宝贝都不行, 不小心摔碎的时候, 她对着一堆碎片哭了很久, 最后, 还是拿起了印有我们指纹的那块碎片, 硬是没手得丢, 连一块碎片都珍惜的林瑶, 如今, 却舍得放弃我们共同的骨血, 我可怜巴巴地问于峰, 这一次, 林瑶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 于峰看着我, 眼中带了点怜悯, 住院期间, 林瑶一次也没有提起过你, 林瑶不提你, 我就也没提, 除了谢谢, 她也没跟我说过别的,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直到出院的时候, 我问要不要送她回去, 她说, 不要了, 关于你和你的一切, 她都不想再看到了, 她说得云淡风轻, 但我知道, 你们完了, 于峰悠悠感慨, 林瑶是真的好, 她身体没恢复, 又没地方去, 只能暂时住在我家休养, 每天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还负责做饭, 于峰目光里有责备, 陆阳, 你一定是没有好好宠过她, 所以她才这么懂事, 生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颓然不语, 于峰起身离开, 走了两步, 她突然停下, 缓下语气, 麻醉没醒的时候, 她喊过你的名字, 陆阳, 可那个时候, 你在哪呢? 那天之后, 我不仅见不到林瑶, 连于峰也躲了起来, 彻底跟我断了联系, 这下, 我连林瑶的消息都听不到了, 我在公司等, 在她家楼下赌, 让客户约她出来, 都被于峰识破, 拒绝, 最后, 我回到没有林瑶的家, 茫然四顾, 我们在一起太久了, 林瑶的存在, 渐渐像水, 阳光, 或空气, 平时根本意识不到, 也不懂得感激, 失去之后我才知道, 那是多珍贵的东西, 这套房子里的东西都没变, 却又都好像变了, 变得死寂, 陌生, 那块印有我们指纹的陶瓷碎片, 就放在架子上, 像个不太好看的装饰品, 记得那时我安慰过林瑶, 改天再陪她做一个, 结果几年过去了, 我却再也没有陪她去过陶医馆, 碎了, 就一直碎在那里, 就像我对林瑶的伤害, 造成了之后, 从未修补, 于是伤痕就留在了她心上, 层层叠叠, 冰箱里还有林瑶为我做的最后一次菜, 快一个月了, 我也没舍得丢, 其实, 林瑶本来并不擅长做饭, 是我常常推说身体不舒服, 她才开始潜心研究菜谱, 注意营养搭配, 想给我养好身体, 她刚开始下厨的时候, 常常被油溅倒, 手上, 脸上, 深深浅浅的, 都是烫伤, 最严重的一次, 她脸上被油烫起一个大水泡, 我又心疼又恼怒, 拖了她的脸给她上钥匙, 一直责备她不小心, 林瑶抿着唇, 眼泪就在眼眶里摇摇欲坠, 像个被训斥的小学生, 我有一瞬间想告诉她, 我骗你的, 你别再学做菜了, 但最后, 我还是自私地选择了瞒下去, 后来, 林瑶的厨艺越来越好了, 我也越来越习以为常, 我将菜摆上餐桌, 腌肚鲜, 军箍鱼头汤, 胡萝卜炖牛腩, 糖醋排骨, 山药炒木耳, 清炒菜心, 和往常一样, 营养元素搭配全面均衡, 任谁都能一眼看出 其中倾注的良苦用心, 这些, 都是林瑶还爱我的时候做的, 想到这, 我就眼眶发热, 我开了酒柜里所有的酒, 大口吃着菜, 可他们已经变质了, 不再是熟悉的味道了, 眼泪掉进酒杯又喝进肚子, 我想到林瑶厨艺还不熟练的时候, 每每做了失败的菜, 就躲在厨房自己把它吃掉, 边吃边想, 到底是哪里没做好, 她吃一口, 想一下, 搭蜡着梅, 像垂下耳朵的小兔子, 呆萌呆萌的, 我边哭边笑, 将林瑶做的菜一块块送进口里, 咽到腹中,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喝了多少酒, 我意识模糊地想, 多好的菜呀, 我要是那天晚上回来吃它们, 该多好, 我那天晚上, 要是回来了, 该多好, 再次醒来, 入眼是白色的天花板, 白色的床, 是医院, 头疼得像要裂胎, 胃里似火烧斑火灼, 我想起昨晚, 后来我给于峰发了语音, 似乎是听见我情况不对, 于峰赶来, 将我送到了医院, 食物中毒, 加酒精中毒, 要洗胃, 那时候我太痛苦了, 已经分不清是身还是心, 只觉得哪里都痛, 痛得快死了, 我记得我很不配合医生, 一直就拉着于峰, 求他让我见一眼灵瑶, 就是死, 我也想看一眼他再死, 直到看着于峰答应给灵瑶打电话, 我才放心地昏睡过去, 我艰难地撑着自己起来, 满怀七记地寻了一眼病房, 没有灵瑶, 只有于峰倚着门, 目光沉沉地看着我, 我望着他张了张口, 受损的嗓子没能说出话来, 于峰扶我起来靠着, 解答道, 灵瑶没来, 我给他打了电话, 他说, 都跟他没关系了, 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就算我快死了, 灵瑶也不会在乎了, 是吗? 这些天, 我的眼泪也不值钱了, 我才知道, 原来每一次落泪都是很难过的, 可灵瑶和我在一起流过那么多眼泪, 哭过那么多次, 他是不是一直很难过, 看我像个傻子似的呆坐着流泪, 于峰低头沉默几秒, 走了出去, 回来时, 他告诉我, 灵瑶答应见你一面, 灵瑶的条件是, 以后我不能再去给于峰添麻烦, 他说于峰不欠他的, 不该为他承受我的无理取闹, 我拿命也没换来的见面, 最终被于峰求到了, 我没了愤怒和不甘, 只剩感激, 我积极养好身体, 只想尽快出院, 去见灵瑶答应给我的最后一面, 做完检查, 办完出院手续, 我回家换衣服, 刮胡子, 这些日子我落魄得不成人形, 我得把自己整理的体面能看一点, 挑好花和礼物, 和于峰一起进他家时, 已经是晚上了, 灵瑶独自在景观阳台看月亮, 一个多月了, 自那天晚上仓促的一眼后, 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过灵瑶了, 听见我们进来, 他先转头对于峰微笑点点头, 然后,目光浅浅地落在我身上, 明月高悬, 角角月光下, 灵瑶阴白的脸显得有些不真实, 我伸手, 想触碰一下他, 好知道这不是梦境, 灵瑶微微偏过头躲过我的手, 语气淡淡, 离我远点, 我想好的所有说辞, 在那一刻哑了火, 于峰过来, 拿了一杯热牛奶和一双棉托鞋, 对他说, 降温了, 先换双鞋再聊, 放下牛奶后, 有那么一刻, 于峰似乎要弯下腰去, 灵瑶及时接过拖鞋, 说了声谢谢, 自己换上了, 我梦梦把手上的鲜花和礼物放在一旁, 现在是初秋, 我和于峰都穿着短袖, 灵瑶却穿着严实的长衣, 长裤, 就算是这样, 脸色依然过于苍白, 像是还有些冷, 等灵瑶将冒着热气的牛奶捧在手上了, 于峰才离开, 你们先聊, 我看着已经不再属于我的灵瑶, 对她的变化心疼又心惊, 那双眼睛里的温柔爱意, 已经彻底冷却, 在银白的月光下, 像一对易碎的琉璃, 满是防备, 我嫩嫩开口, 对不起, 我, 灵瑶打断我, 我不想听, 她眼神淡漠, 我不想听你的道歉, 毫无意义, 云瑶转头望向月亮, 沉默了一会儿, 而我向着等待审判的罪人, 局促紧张地想知道, 我还有没有一丝生还的可能, 半赏, 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 灵瑶回过头, 定定地看着我, 声音平静地像是在叙述什么事情, 陆阳, 你骗了我, 她抬手, 制止了我的企图辩解, 继续说了下去, 你让我知道, 我这些年有多可悲, 我竟然以为你是真的很爱我, 她浅色的唇沟起一抹自嘲的笑, 这些年, 你经常让我很难过, 但我总是想起你对我的好, 你陪我过年, 你说会永远值得我相信, 你跟造谣我的人打了一架, 你会在我痛经的时候给我捂一晚上肚子, 你每天早上醒来就亲了我额头, 灵瑶把目光投向夜空, 神情有些恍惚, 我安慰自己, 你只是忙, 你只是不够细心, 你只是方式不对, 直到那天我躺在医院里, 收到你们的照片, 那一刻, 我想, 要是就这样死去就好了, 然后, 我轻而易举想通了这个问题, 你到底爱不爱我, 答案是不, 因为在我还爱你的时候, 是绝不会忍心让你那么痛苦的, 那才是爱, 灵瑶很肯定地说, 你这样的, 不是, 我张了张嘴, 无从辩驳, 她说的都是事实, 灵瑶秀气的眉微微促起, 如梦初醒般, 有些艰难的开口, 原来, 我从来没有被珍惜过, 我交集解释, 不是这样的, 瑶瑶, 我是想娶你的, 我只是, 只是, 是我糊涂, 可灵瑶像是陷入梦魇般, 什么也没听进去, 继续自言自语般说着, 可是为什么, 我一直认为, 感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我给你的, 已经是我全顾的感情了, 为什么, 没有换回你同样对待我, 她茫然地看着我, 困惑地问, 是不是, 真心其实根本就不可贵, 只有我以为真贵, 声音渐渐哽咽, 她很用力才说下去, 或者说, 是我的原因, 是我这个人, 不讨人喜欢, 所以, 我的真心, 也不值得被珍惜, 所以我用尽全力去爱一个人, 也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是我的错吗, 是我太较真了吗, 我是不是应该和你们一样, 不要太在乎这些, 游戏就好, 我在你们看来, 是不是很傻很烦, 来之前, 我以为我将面对的, 是对我的审判和谴责, 我已经想好了, 我要当着林瑶的面给杨姨打电话, 说我们毫无关系, 我要向林瑶认错, 承诺她我什么都会改的, 我要报警她, 告诉她我有多想她, 可林瑶完全不愤怒, 也不质问我, 她现在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中, 一遍遍痛苦着, 似乎对生活的期待和热情, 都已经全部熄灭, 我扶着林瑶的肩, 竭力跟她讲述我爱她的那些证据, 林瑶对我的解释充满抗拒, 她推开我, 整个人在发抖, 路阳, 你在医院抢救的时候, 哭着说只想见我一面, 谁看了不说你情深义重, 可你也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和别人暧昧不清, 真情假意, 我分不清, 可是路阳, 你承诺过, 食言过, 你每天都在撒谎, 你说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信, 最后, 是虞峰走进来, 跟我说算了吧, 她递给林瑶一条毯子, 林瑶将自己连头一起裹了起来, 全做一团, 虞峰将一盒纸巾打开放在桌上, 拍了拍我的肩膀, 就到这里吧, 该走了, 林瑶没有抬头, 她身上流淌着月光, 像个一碰就碎的玻璃娃娃, 而我已经是个局外人, 毫无干预能力, 我又看了她一会儿, 跟着虞峰离开了, 我知道, 这也许就是我最后一次能看见她了, 我的瑶瑶, 和我在一起八年, 陪我经历过灰暗和低谷, 对我满腔爱意, 无微不至, 最后, 遍体鳞伤, 再不愿看我一眼, 下去时, 虞峰眉峰紧拧着, 你看到了, 林瑶的状况很不好, 我本来想, 解铃还虚系鳞人, 让你来试试, 看来, 只有反效果, 我真心诚意地道谢, 谢谢你, 将它照顾得那么好, 虞峰笑笑, 照顾不了多久了, 它早就打算走, 是我说朋友有只猫要放在我家寄养几天, 希望它可以在家帮我照顾小猫, 才留了这么久, 这个借口, 顶多还能用一个星期, 我点点头,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抬头看着同一轮月亮, 记得买我们房子的时候, 林瑶很喜欢这个小区的高层, 视野很好, 他说我们可以天天一起看日出, 看月亮, 我笑他傻乎乎的, 二环的大平层不要, 要这么个毫无优势的房子, 最后林瑶还是迁就了我, 搬进了市区最繁华的地段, 如今我终于明白, 无关物质, 无关事事变迁, 林瑶的爱意一直都是那么纯粹, 愿与你共挣日升月落, 愿与你的生命紧密相连, 只是那个人再也不可能是我了, 见过林瑶的第二天, 我和杨一被冠以渣男见女的名头, 上了当地热搜, 真实姓名, 照片, 工作, 全都被扒了出来, 杨一给我发过的挑逗照片, 我们调情的聊天记录, 还有杨一挑衅林瑶的微信, 也全都被人抖出来了, 与此同时, 又有几个人站出来爆料, 杨一还勾搭了她男朋友, 是个冠三, 就喜欢享受打败原配的胜利感, 网上人们骂我, 有眼无珠, 外面的狗屎都是香的, 骂杨一, 见得慌, 是苍蝇就该配臭鸡蛋, 当然, 也有很多同情林瑶的声音, 小姐姐甩掉剑男, 独自美丽, 气死我了, 心疼小姐姐的八年, 抱抱, 希望小姐姐不要为那种垃圾伤心, 尽快走出阴影, 杨一把我电话打爆了, 歇斯底里的问我该怎么办, 她家里被红油漆刷上了剑三去死, 上班时同事都对她投去厌恶的目光, 路人认出她也要骂几句, 她爸妈都没有脸面见人了, 我的处境也差不多, 在骂声中, 我将公司股份全部赔偿给了林瑶, 林瑶转手就低价卖给了于峰, 然后全数捐了出去, 不想与我有任何挂格, 杨一哭着说她要告林瑶, 林瑶毁她名声, 她要林瑶去坐牢, 我平静地告诉她, 不是林瑶, 是我做的, 我再报复杨一, 也报复自己, 这段时间, 我过得很不好, 也不允许自己过好, 我要告诉林瑶, 你看, 像我们这样玩弄感情的人, 是没有好下场的, 你是受害者, 这些都不是你的错, 你值得被爱, 值得被真心对待, 请不要失去信任的能力, 请不要失去获得幸福的能力, 纵然今后, 你的人生我再也不能参与, 瑶瑶, 我真心地希望, 你能幸福, 不知不觉, 已过五年, 前些年, 因为我自己荒唐, 丢了林瑶, 也丢了公司, 活得非常落魄, 父母几度干预, 想要骂醒我, 可我像现在烂泥里一样, 怎么都爬不起来, 上个月我罢过生日, 她喝了酒, 流着泪指着白头发给我看, 你爹已经是半身入土的人了, 你就别再让我再操心了, 我终于点头, 做回了本职工作, 公司已经没了我的股份, 好在于峰还是接纳了我, 并很快给了我一个大客户, 说是只要谈妥了这单生意, 他就把股份还给我, 合作方的公司在S城, 负责接待我的小伙子小周很热情, 一直跟我介绍着他们张肖张总, 小周把他们张总一顿夸, 说他跟我年纪相仿, 没架子, 脾气好, 特别好相处, 最后, 他问我是否单身, 我愣着一下, 笑说我是单身, 小周叹了一声, 那就糟了, 他说他们老板什么都好, 就是太喜欢捏单身狗了, 整个一炫奇狂魔, 不管你跟他说什么话题, 他都能绕到他老婆身上, 然后跟你一顿炫, 见面以后, 我发现小周说的一点不假, 张肖肖呵呵地跟我握手, 张口就是, 陆经理还没吃吧, 让小周先带你去尝尝我们这个特色菜, 我就不去了, 我老婆给我做了饭带来, 那叫一个香, 哪里的大厨都比不上, 我给你看看, 他热情地给我看他那精致的餐盒, 你看, 芹菜炒肉, 是软化血管的, 香菇炒生菜, 是补充美日菌类的, 最近有流感, 这鲍鱼骨汤是增强抵抗力的, 还有这个东坡肉, 我最喜欢吃的, 说完又有些烦恼似的, 不让他做他非左, 说是怕我没吃好, 我就怕他累着了, 一星期只让做三次饭, 他跟我讨价还价要做四餐, 说是烦恼, 嘴角却一直没下来, 周身洋溢着的幸福气氛, 能把每个单身狗刺瞎, 小周听得心痒痒, 张总, 您天天光说, 什么时候, 也能让我们尝尝老板娘的手艺呀, 张霄立即变脸, 那可不行, 我老婆只能做饭给我一个人吃, 你们快去找地方吃饭, 在S城的工作很顺利, 张霄工作能力确实很强, 认真负责, 很有亲和力, 相貌也高大清俊, 引得一些阴阴厌厌倾目, 有女下属酸溜溜说, 张总也别太腹地做小了, 要我说, 您老婆能嫁给你才是福气呢, 张霄正色道, 不开玩笑啊, 我能娶到我老婆才是真幸运, 好不容易才追上的, 她可是我们家的主心骨, 据说张霄妻子嫁给她的时候, 正是她公司经营最艰难的时候, 张霄说, 那时候只要一不小心, 她就得跟我一起背上巨债, 我跟她说了我的困境, 说不想拖累她, 让她拿着钱自己好好生活, 她眼睛放光, 问我, 你猜她说什么? 我配合地问, 什么? 张霄满脸骄傲, 她说, 既然决定在一起, 哪有一个过得好一个过得不好的道理, 当然是要患难与共啊, 要是我真的破产负债了, 大不了我们俩白天上班, 晚上一起去送外卖还债, 每天跑腿的路上还能碰到几次呢? 炫妻的终极傲益, 就是炫的人心服口服, 心酸落泪。 我想起林瑶, 我和于峰公司刚起步的时候, 上来就栽了个大跟头, 被骗了第一笔资金。 那时年轻要强, 就是不愿找家里伸手, 我们把车都卖了, 尽量节省资金, 所有能不起人的活都自己干, 一天工作18小时。 那段时间, 我和于峰一人顶着两个黑眼圈, 熬得不像人。 林瑶知道后, 给了我一张卡, 他爸妈各自成家了, 不想影响新家庭, 就把抚养费和嫁妆都直接打在了卡里, 算是买断这层亲子关系。 这么重要的一笔钱, 林瑶的全部身价, 他就那么轻而易举地给了我。 于峰第一次见世界上居然有这种女人, 都快感动哭了, 直夸我好福气。 我很得意, 那当然啦, 我老婆吗? 我想, 我现在看张霄的眼神, 一定跟当初于风望像我的一样。 项目完成, 我准备回去, 小周帮我收拾行李时, 调出了一块不规则的桃片。 他捡起来, 说道, 咦, 这是什么艺术品吗? 挺特别的, 这上面是蝴蝶还是爱心? 我像偷藏脏物一样, 迅速将它藏了起来, 简略回答, 是指纹。 临走的时候, 张霄抱歉地跟我说, 不能去送我了, 他说, 还没跟你说过吧, 我老婆是大作家, 今天才有一场牵授, 我得去给他捧场, 就不去送你了。 我心一动, 问是否能看一下他的书。 张霄爽快地拿出一本实体书, 语气骄傲, 送你了, 你看看, 写得特别好, 把我都给看哭了。 我接过书, 看到坐着栏上清晰地印着, 临终路, 那是林瑶的笔名。 我出神的功夫, 张霄台湾看看表, 不跟你说了, 我老婆来接我了, 陆经理, 合作愉快, 期待下次再见。 我悄悄跟了上去, 张霄心情很好, 一路哼着搁到了停车场。 一辆车闪了闪灯, 张霄眼前一辆, 大步走过去。 驾驶座打开, 林瑶走下来了。 他比以前胖一点了, 气色很好。 地下停车场的灯光又白又冷, 可照在他脸上, 依然是明媚大方, 笑意淫淫。 张霄一把抱住他, 大力亲了亲他的脸。 两人笑着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 张霄拉开副驾车门, 让林瑶坐进去, 自己进了驾驶座。 车辆发动, 载着他们越来越远, 直到容尽出口一片白茫茫的光线中。 阳光盛大, 前路光明, 刺得我的视线都有点模糊了。 我在黑暗的角落里, 悄悄做了再见的手势, 谢谢你,林瑶, 谢谢你来过我的生命, 也谢谢你, 终于走出了我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